各位朋友大家好 古希腊哲人提出一条哲理 他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过这条哲理到了中国就不成立了 因为中国的历史 它老是重复或者在线过去曾经上演过的戏 我们且不说过去太多的历史故事都在重复 就是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的历史 就可以发现现在习近平正在惊人的 他在重复毛泽东的故事 习近平和毛泽东他有一种相同的心态 就是偏要跟中共的高层的主流意见对着干 你们反对什么我就偏要干什么 你们反对搞个人崇拜我就偏要搞个人崇拜 你们反对对外国大撒币我就偏要大撒币 你们反对搞社会主义我就偏要搞社会主义 你们反对对美国强硬我就偏要对美国强硬 那我们先看这个个人崇拜 1956年2月当时候苏公20大赫鲁晓夫就提出了 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意见之后 在共产主义阵营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极大的反响 大家都觉得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危害确实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 当时候党章也取消了毛泽东思想 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共高层的主流意见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 但是不久 毛泽东就开始反击了 他偏要跟这些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人作对 你们反对我搞个人崇拜我偏要搞 毛泽东的第一把火就是烧向这个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鼻祖 赫鲁晓夫了 他批评赫鲁晓夫啊 你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的 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三七害 三分之五七分成绩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很生气了 他就说如果你们那么喜欢斯大林 你们可以把斯大林的遗体运到北京去 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啊 他当年对斯大林这个三七开啊 最后又落到他自己头上 毛泽东在马克思那儿 他也收到了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么一个通知单 文革开始之后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达到一个叫做 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些大家也都知道就不再赘述了 自从邓小平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后啊 那么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的主流共识了 所以说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时候 他首先遇到就是中共高层的反对 可是习近平和毛泽东他也是一样 他偏要跟中共高层的主流的意见作对 你们要反对我搞个人崇拜 我偏要搞而且是要越搞越大越搞越 就是规模是越上档次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 习近平一个人的新闻啊就占满了整个的版面 全部都是关于他的消息 不仅如此啊第二版还整版开灯了 习近平会见各个这个非洲国家总统的大幅照片 按照常理啊习近平如果你会见美国总统啊 俄罗斯总统这样的新闻还有一些新闻价值 可是习近平你会见那些非洲小国的元首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 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版面来刊登这些没有价值的新闻 所以现在人民日报啊他用这么多版面来突出习近平 就说明他已经不是中共的党报了 已经变成他只刊登习近平个人新闻的 就是习近平个人办的报纸了 但是人民日报啊习近平还不能满足 现在呢所有的这个中共党报啊都变成习近平的个人报纸了 今天中共的其他主要党报 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 他的头版都是完全照搬和转载人民日报的头版 仿佛啊就又回到了文革时代 这是全国那时候报纸都在转载人民日报嘛 有人认为现在全世界啊只有北朝鲜的报纸 还有同样程度的个人崇拜 其实不然了 自从金正恩上台之后 北朝鲜的个人崇拜已经降温降了很多了 我们在朝鲜只能看到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大的塑像和巨幅的画像 你完全看不到金正恩的塑像和画像 更没有出版什么金正恩的著作 其实呢那些所谓吹牛拍马之徒啊 早就制作了金正恩的塑像啊画像啊 就是编好了金正恩的著作 但是呢这些都被金正恩给制止了 所以呢朝鲜搞个人崇拜啊 可以说是大幅度降温了 我们看今天朝鲜导报劳动新闻的头版 他几乎都没有提到金正恩的名字 他除了说叙利亚致电金正恩呢 他祝贺朝鲜建国70周年之外 并没有其他金正恩的消息 其中啊他登到什么巴西网站 刊登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著作 他也没有提金正恩的名字嘛 前几天8月21日 金正恩就参加了朝鲜一个元帅 叫做金永春的仗旅 当时金正恩也是和其他人都站在一排啊 并没有说自己站在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 也没有突出金正恩个人 而且当时天突然就下雨了 金正恩也是和大家一起都在淋雨 也没有人给他打伞 所以这样也看出来啊 朝鲜的个人崇拜已经是赶不上中国了 那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恐怕 已经是现代上世界上的一个最高的级别 我们再看这个对外大撒币 毛泽东时代啊中国是非常的贫穷了 可是毛泽东啊他非要慷慨的对外大撒币 对此啊中国来为首的武士派啊多次就提出来我们搞对外援助啊要量力而行 其实啊就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大撒币嘛 可是毛泽东他这个心态啊就是你们越要反对我大撒币 我偏要大撒币 每次当这个非洲这些穷朋友来中国访问时候 周恩来就紧张嘛 他知道这些人他来就是来要钱的 而且还是狮子装大口啊要要大钱嘛 毛泽东对这些穷朋友叫做来者不拒 他跟这些外宾会见之后 那是周恩来就陪同他会见了 毛泽东啊就经常当着外宾的面就对周恩来说 总理你就大放点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啊 他也是因为周恩来啊 总要对毛泽东那个答应下来那个巨额的援助啊 他要打一点折扣 因为周恩来是中国经济的大管家嘛 他知道中国这个家底其实很薄的 他经不起这样大撒币嘛 所以他就顶住毛泽东的压力 把这个中国对外援助啊就压下来不少 要不是周恩来啊 对毛泽东这个对外援助给打折扣啊 如果你任凭毛泽东这个大撒币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啊 早就被毛泽东这个大撒币给搞破产了嘛 现在中国人反对习近平最多的事情 也就是他对外国搞这个大撒币 而且呢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 就是你们越反对我大撒币 我越要撒而且是越撒越多 更糟糕的是啊 现在中国啊还没有周恩来这样的总理啊 他敢于对这个习近平的大撒币来给打折扣 他就是大家都在任凭习近平你就大撒币吧 在中国经济本来就不景气 你又遇到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情况下 习近平可以说是逆流而上 他更加加大力度大把大把的对外大撒币 好像啊他真是要跟中共是过不去啊 他非要把这个中共搞得破产才歇心啊 我们再说搞社会主义 1960年当时那个大饥荒之后啊 中共党内高层他组入意见 就是说社会主义啊 我们搞不下去了中国啊应该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也正因为如此啊 毛泽东啊当时候搞文革时候就提出来的口号 就是打倒走资派 所谓走资派他的全称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有人说啊 毛泽东误判了形势 中共党内并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点毛泽东看的还是很准的 他没有误判形势 中共党内确实是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啊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马上就开始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了 在邓小平当权之后啊 中共高层的主流可以说是走资本主义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啊 就是因为中共高层 他们都觉得啊这个社会主义啊确实也是走不通嘛 你走不下去 所以说他们都感到中国以后啊只有走资本主义啊 他才是一个出路 所以中共高层的主流啊就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虽然没有明确喊出要打倒走资派这么一个口号 但是习近平他也是明显要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嘛 习近平是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啊 不忘初心红色基因啊 做什么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啊 这些都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特别是习近平他的思想 他的全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在他的思想前面一定要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啊 所以说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啊 习近平和毛泽东倒是相当一致的 就是说你们越反对我搞社会主义 我偏要搞社会主义 现在习近平的权势还没有达到毛泽东的程度啊 如果是习近平的权势壮大到毛泽东那么一个程度 那么他再发起一场文革再来搞一个打倒走资派 这也是有可能的嘛 我们再说被美国的强硬 在毛泽东时代啊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苏联共产党他的主流意见啊 也是美国他其实很强大 我们尽量不要去惹美国 可是毛泽东啊 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美帝国族裔是纸牢 对此赫鲁小福他很不满意 他郑重的对毛泽东说啊 他说说你美帝国族裔是纸牢 简直是不可思议 其实他是一个危险的猛兽 可是毛泽东啊 他不以为然啊 他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嘛 核大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核大战现在我们还没有经验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最好可以剩一半 伺候啊是剩三分之一 全世界二十几亿人 那剩几亿人的话 换来一个资本主义 全部灭亡 取得永久的和平 这也不是坏事 所以中共高层啊 其实他是不满意 毛泽东对美国这么一个强硬态度 而且是更不满意 毛泽东对苏联 他也搞一个强硬态度 后来搞到苏联啊 他是要对中国来一个外科手术社的核打击 1969年8月28日 当时美国的华盛顿明星报 就刊登了一条让世界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题目是 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社的核打击 这篇文章说啊 据可告消息 苏联准备使用核武器 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北京等主要城市 进行外科手术社的核打击 所谓外科手术社的核打击啊 就是像外科手术那样 就是一刀都切干净 把你的全部给抹平了 华盛顿明星报这个报道啊 他不是空穴来风了 因为就在前几天的8月20日 当时候苏联驻美国大使啊 就奉命在华盛顿啊 就紧急约见了美国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就向他通报了苏联的一个紧急的 就是一种意见吧 就是苏联啊 准备对中国实行这个核打击 他要征求美方的意见 因为当时啊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了 所以呢 苏联啊就是说他要对中国动手了 请美国保持中立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消息了 当时基辛格就紧急啊 召开一个国防会议 参加这个会议的呢 有副总统 国防部长 参谋长 联系会主席 还有国务卿 还有这些基辛格这些人吧 最后呢 美国他们就高层啊 统一了意见 就是美国不允许苏联对中国发起核大战 美国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美国就向苏联啊 就传过去他们的意见 他说尼克松总统认为 中国的利益 同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 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 美国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美国将参战 而且呢 当时候虽然说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美国还是通过一个最快的 他就下面一种渠道 就是把这个消息 就是苏联准备对中国核打击的消息 用最快的方式传到北京 就是提醒北京啊 你们要做好准备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啊 他真的是慌了嘛 于是毛泽东赶快就做出什么 深挖洞广基梁不称霸的指示 于是啊 就是全中国各地都在到处挖地洞了 就是要准备抵御苏联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核打击 而且也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 毛泽东啊 对美国算是服软了 是认怂了 而且呢 他也就是不再和美国作对了 开始搞这个连美反苏的外交了 毛泽东他也不再提什么 美帝国主义是指老虎了 他也不再提什么 我们中国不怕死一半人打核大战 因为毛泽东知道 美国人做事他是有底线的 他不会随便对中国发起核大战 所以他敢说美帝国主义是指老虎 可是苏联这事情是没底线的嘛 那么苏联真的是敢对中国发起核大战的 因此呢 毛泽东以后他也不敢再惹苏联了 所以呢 在此之后啊 中国和苏联啊就没有发生再像那个珍宝岛那样的边境冲突了 其实在文革早期啊 毛泽东就像现在那个金正恩 他不仅在国内是到处是放火惹事 在国际上也是到处惹事嘛 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 毛泽东对美国苏联都可以说是服染认怂了 他不敢再惹事了 总而言之 毛泽东晚年啊 他跟中共高层的那些主流的势力关系都非常的紧张 好像啊 他要跟党中央是有仇事的 专门跟这个党中央作对啊 毛泽东就是要把这个 当时候中共的高层的这些党中央的主流势力都给得罪便了 除了四人帮的那些少数毛泽东的亲信之外 几乎当时所有中共的高层势力都在反对毛泽东 现在习近平也跟中共高层这个主流势力的关系啊 是非常的紧张 除了习近平的亲信之外 习近平似乎他也把中共高层的这些主流啊 都给得罪便了 这样一来呢 将来习近平会不会步毛泽东的后尘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